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放假 想去北上沉迷好夜 今天就經港珠澳大橋那邊 走到過去這個目標地就是 中山泉岩溫泉 沒錯 這次又是去浸溫泉 唉 沒辦法 這個天氣又濕又熱 當然需要適時去放鬆一下自己 這麼快便到泉岩溫泉 停好車 拿好泳褲 這裡環境不錯 拿一條泳褲 準備進去 好 首先進去南崩部 南崩部有鎖架有齊齊 先填飽肚子 準備再重新出發 上面的自助餐比較少食物 但是比上次的浴溫泉更多 有糖水 又有湯 接著還有些熱食 不過大家口味方面 最緊要選對才吃 因為這裡如果你吃不完的話 就會按量收費收回費用 這麼大桌 三個賣掉都好吃 算是這樣吧 這裡有佛側的 寫得很清楚 OK的 這些食物就這樣 好 進去主池裡 展示一下美力 這個池的溫度大概是42度 一落水的時候 感覺到很熱 慢慢浸著腳的時候 就暖到新的時候 再浸進去 感覺到很舒服 好像唱泳一樣 好 我們再上去 捐過這個山 到這邊 就有一個池 其實這裡都遲了幾多下 各種各樣功能都有 至於它有沒有功效的 大家試一下才知道 這些就是煲水上來 按著背部 接著這個就是沖水下來 就好像有人幫你凸骨 還有那些水是暖的 按完之後 如果你有肩膜痛之類的話 都會感覺到很舒服 這樣直接水柱地沖下來 哇 身臟力見 其實浸溫泉 大家都是想放鬆一下 有些熱水相對比較舒服 好過游泳池 這裡比較適合一家大小來玩 好像有這些活動的排球區 接著呢 亦都有一些 好像這些兒童的遊玩區 亦都有 說實話 全岸溫泉 原來真的有個全岸在這裡 這裡就是他們的全岸 一水就在這裡 不斷滾滾滾滾滾滾來 這裡是貴妃池 不過現在就沒有貴妃 因為可能太晚的時間 貴妃都回去睡覺了 這裡有些地熱的石 睡上去就很舒服的 暖的 有時候真的很佩服他們改名稱 其實 又是一個熱水池 什麼浪漫池 又是天璣池 這裡有些錦泥 讓人用奶醬來餵它 當然啦 這裡不是熱水來的 要不然錦泥都煮熟了 這裡的主池 就是淋水在下面的大池 最後 都回來這裡試一下 這個瀑布式的沖洗 整體上面這幾個池 都比較多款式 但是呢 水如果可以更加乾淨一點 就更加好了 這裡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還有一個魚鳥 這魚呢 就幫你去吃死皮 不過這裡是要收費的 大概都是二十幾三十元 那些收費又不太貴 不過這魚呢 就很奇怪的 選擇性 好像 我放雙腳下去 就沒有被人光顧 但是有些呢 一放進去 魚就沖過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懂得分辨腳的味道呢 這個大客戶來的 好 最後面告訴大家 它按摩 但是按摩 千萬不要在露天按 要不然你會給蚊搬走 它上面是有房的 你們可以上去房上面按 價錢都不太貴 還有技術真的好得 有圖有真相 好 下集有什麼好東西 再介紹給大家 多謝 記得點讚加關注